大家好,最近在微博上有个小伙伴在一个微博底下 at我的,然后叫做五款泡面神仙吃法米其林级别 然后第一款泡面的做法 跟我平时做泡面的真的特别的像 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按照它这个 然后我自己再改变一下,做一个泡面教程 不扯了,其实我就是想吃泡面而已,找个接口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 首先可以放一勺辣椒粉 但是我不是特别能吃辣,所以我就不放了 大家可以放一勺辣椒粉 我不放辣椒粉,但是我放一下这个泡沫的粉 然后放两勺白糖 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想放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放那么多,不怪我 一勺酱油,蚝油是我自愿想放 因为我觉得蚝油很好吃 一勺番茄酱,但是我家里没有番茄酱 所以我就放这个火锅底料,反正差不多嘛 他是说放两勺这个辣椒酱 但是我个人怕辣,所以我就放一勺差不多 放两勺水,完成 按照原教程是要放葱,然后炒大葱 但是因为没有大葱,我买不到 所以我只能放洋葱 但是洋葱和葱都是葱啊 我摊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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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天哪,这个汁都有点没了,比较像那种拌面了 然后我还搞两个可颂面包巧克力的 是真的好吃 好吃 嗯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好吗 绝了,但是我不推荐你们按照这个教程做 因为有一点咸,然后对你们来说肯定是太甜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微博那个搞得那么甜 就是符合我的口味,你知道吗 要是你们一定要做的话可以放一勺糖 然后那些酱都可以弄成半勺 不然太甜了,太咸又太甜了 泡菜真的是精髓 泡菜 用大葱做的应该会更好吃 嗯 嗯 我真的觉得有方便面就有泡面这种东西就够了 已经足够好吃了 啊,太爽了 比起午餐肉也可以放肥牛,我觉得 两个星期没有吃泡面了 对我来说很长了 嗯 嗯 记得我其实不爱吃午餐肉 我一个朋友特别爱吃 所以我看到他要买 所以我这次也跟着买一下 但是尝了一下 发现我果然还是不是特别爱吃 但是你不喜欢吃了 我最喜欢吃满意 就是这个甜甜的 我只想吃了 他吃了 就是做个甜甜的 就是吃了 吃了 做个甜甜的 吃了 就是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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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其实已经12点多吧 年糕煮的也很多了 因为我年糕吃饿了 我胃 上次眼睛小姐姐来我这儿 煮了然后天天晚上做那个南瓜饼 糯米南瓜饼 哇然后吃了我胃直接哇擦了 这真的可能坏了两天吗 那个胃 我们来尝尝这个 咳嗽面包 然后里头应该是坚果酱还是什么的 尝一尝 果然 就我第一次买这款面包 这种坚果 叫什么来着 就Nutella 你们知道吗 然后那个坚力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但我不是特别爱吃 我其实最爱吃的这个 就这种比较普通的 我觉得这种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银色罐头的可乐 就是零度可乐 没有那个红色罐头的好喝 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我最近在跟眼睛小姐姐玩鸡荒 我最近在跟眼睛小姐姐玩鸡荒 这游戏真的 一玩就是玩好几个小时 今天我跟眼睛小姐姐 就是就玩了一会儿 结果一看时间 就哇 过去了三个小时 简直 所以说反正我现在也不上课 就是我不请上课 就在家里自闭 所以就是天天连击 我儿子饥荒 我以前就不爱吃这类面包 就是有点 就是就这样掉渣的这种 叫什么呀 就这种面包吗 我以前不爱吃 但是现在来到伦敦后 我什么也不挑了 伦敦制好了我的挑食 圣诞节回国的时候 我亲戚就说 你怎么一点都不挑食 就什么都吃 明天最后一天 我去学校交个作业 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 可乐真的是最爽的东西 哇 穿紫了 现在我能感受到 我的胃都鼓起来了 那就这样吃的太爽 哇 有点困 现在只是喜欢和鼓励喜欢它 就这样吃地吃 就是这样吃的 吗 我怎么摸 我怎么摸 就是这样吃的